一段深入聆聽社區青年的需要 透過賠力計畫培育青年 基督教芥菜總會耕耘 Yes I Can 青年賠力計兒少任養服務計畫 七年下來 幫助不少弱勢族群的青少年 順利踏入職場工作 從原本的茫然無助 到相信自己可以掌握生命 並且傳承助人的精神 因為我本身是學感情 所以我想要未來可以從事 演唱會 演唱會樂手Keyboard手這樣子的夢想 希望自己可以持續精進 下去下去技能 然後可能有一天 可以自己開一間 就是類似咖啡廳 然後可能就可以跟 街菜總會合作 然後他們有些青年想學 類似餐飲類的東西 可以回饋給他們 或是提供給他們一個場地 可以辦個獎座 這些年輕人 在街菜總會的賠力計畫中 因為有企業的媒合 讓他們可以實際踏入企業實習 慢慢拉近與社會的距離 對企業的人力資源儲備中 也是一項利多 企業最主要的缺的是 不是人 是人才 所以如果說我們真的能在這個培訓當中 不管是二十個三十個人 我們找到出更好的人才的時候 慢慢培養成我們的幹部 才會有企業的命脈 街菜總會為企業找人才 也為人才找伯樂 這份媒合的角色 能夠幫助年輕人 又能夠協助企業人才源源不絕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賠力過程中 能夠讓他們擁有知識跟技能 所以創新創意跟創業這樣的理念 能夠在未來這條路上 能夠鋪陳出來 街菜總會透過賠力團隊輔導陪伴 幫助年輕人展現自己 探尋未來無限可能 相信自己有翻轉人生的機會 並鼓勵年輕人參與助人的行動 讓這份愛持續下去 人間新聞陳昕 宋依珍台北採訪報導